三南 大家好 渐渐地进入了深秋 在太豪湖畔 我们也感受到了秋的凉意 但是这里的风光 和我们中国的山水地 景色有着绝大的不同 记得在杜牧的山形诗词当中 是这样描写秋季的 远上寒山石净邪 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林晚 霜夜红于二月花 这短短的四句就把秋天的景色 以及在景色之中和人的连接描写得分外的清晰 在太豪湖畔 虽然也分布着很多人家 但是由于这里山高 林密 我们很少能看到白云深处的人家 我们只感到天藏藏 水阔阔 树深深 在这里 人们很容易便融入到自然当中 随着天气温度的降低 大家自然会感受到身体略微有一些僵硬 僵硬的身体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健康和养生的 我们人原本身体并不是非常舒展的伸展的 但是如果没有伸展开 我们人就会变得很容易折损 并由此引发身体的病痛 如果要使身体变得灵活 敏捷 那么将其舒展开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舒展神经 人们会提高自身的毅力 通过激活线体 人们能够获得健康 通过清洁血液和循环系统 人们能够确保长寿 宇宙赐予我们生命 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热爱生命并幸福的生活 在这条通往内心之光的危严的道路上 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世间万物的统一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套练习 便可以非常好的从肌肉的层面 线体的层面 神经的层面 以及血液和循环系统的层面 提高并强化 在昆达里尼瑜伽当中 我们发挥沉睡的昆达里尼的能量 激活唤醒 并且强化它 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的 日常生活的场景中 度过充实美好平和的 每一天的生活 好 让我们双手胸前合十 黄金链接 深吸 呼气 再一次吸 呼气 下一个呼吸 我们黄金链接 深场的吸 呼气 Teyonamo Ong Ong Nama Guru Deo Ong Nama Ong Nama Guru Deo Guru Deo Adi Galei Nami Chika Adi Galei Nami Sa Adi Galei Nami Siddhikulu Devay Nami Adi Galei Nami Chika Adi Galei Nami Sa Adi Galei Nami Siddhikulu Devay Nami Adi Galei Nami Chika Adi Galei Nami Siddhikulu Devay Nami 吸气 并吸上体根锁 呼气 慢慢放松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体式的练习 在我们下面的练习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每一个动作建议你从一分钟开始练习 如果你已经练习了昆达里尼瑜伽很长的时间 那么每一个动作建议你坚持完整的三分钟的练习 这是一套非常好的可以强化到我们肺部能量的 让我们慢慢地仰卧在垫子上 然后侧卧 用左手的手肘支撑身体 同时抬高右膝越过左腿 使我们的右膝触碰在垫子上 将右手放于右侧肋骨的下端 将头部向右后方向转动 保持在这个体位中 我们开始火呼吸 沙丽瓦 沙丽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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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两个呼吸 然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 做相同的动作 让我们用右侧的手肘支撑身体 抬高左膝越过右腿 使左膝接触到垫子上 将左手放于左侧肋骨的下端 将头部向左后方向转动 保持在这个体位中 我们开始活呼吸 这个练习对于我们肺部的左右两侧 各自都施加了压力 尝试着在这个练习中 去感受我们的肺部是如何工作的 并通过练习将肺部的工作去强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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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三段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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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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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